她又不可以說是好港女 不過有時候她太甜蜜 這個角色是 哎呀 BB 呀 什麼什麼呀 的時候我自己 或者我們的幕後人員 聽到我這樣說都受不了 他們說很想打我 李漫盈Renee說的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她 而是她在劇中的角色 Renee還會獻出螢幕初吻 給木偶哥林思傑 很緊張 因為應該是我 簡直是我第一次在螢幕面前 和一個新認識的男生要親親 所以這個我是最難忘 最緊張的 說到這麼難忘 Renee有沒有向同性物有避案 我另一半反而更開通過我自己 嘩 真呀 私傑好呀 我喜歡看她唱歌 30歲的Renee曾經 和無線主持邝嘉明牙尖拍拖 雖然去到談婚論的階段 不過最後都是分手收場 之後Renee突然公開 和同性物友 跟她說 她說 因為其實我拍拖的次數真的不多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 是找到一個你自己相處得很舒服的人 知道其實你如果是嘗試一起生活 不會說太多的磨擦太多的衝突 其實我已經覺得很好 因為在我的外情觀裏 另一半除了真的 你愛情上的情侶之餘 是要更像你的自己 真的好像靈魂伴侶一樣 你有心思 你是第一時間想告訴她 所以她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之後就是我的另一半 這個是我一直都追求的事情 我現在都可以開心 聽她這樣說 如果對方是男生的話 會不會難達標一點 其實我覺得 不關性別事 如果你問我 以前拍拖的時候 如果你的男朋友 男生 他是女生的時候 你喜不喜歡他 我喜歡 現在女生的時候 你問我 如果他是男生 你喜不喜歡 我都喜歡 再想一點點的時候 就會覺得 其實這個人本身的性格是怎樣 如果他的性格是怎樣 其實他的性別是什麼 我都覺得 我都很喜歡 最主要是性格 和我的性格 很合適 很開心 每天都會笑 我就OK了 那又是 看Renee就知道 她和Jo相處很好 家人支持 支持呀 很支持呀 媽媽 所以我 整個關係都很舒服 即使可能是我 小弟妹呀 爸爸呀 媽媽呀 基本上和她是好朋友 所以我就 嗯 我就更加放心了 愛情得意 Renee的事業發展不錯 難得她遇到人生白樂 杜汶澤、田芋妮兩夫婦 杜珊和杜太 都是我的白樂 因為 一開始其實 我都很榮幸 可以首先和杜珊拍到 《衛何心理總是我》 之後還有沖沖主 她又再找我拍 然後去到拍劇的時候 我很記得 Casting那一天 杜太也在場 然後她就說 行了 其實 你Cast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你的了 我就覺得 糟了 我到底能否勝任呢 我都有和杜太說過這個問題 她就說 你真的不要緊張 其實拍劇 你真的要自然流露 你投入少許 其實你就會做到的了 其實真的很感謝 杜生杜太 還有導演 他們的鼓勵 這個雖然有點老套 但真的很感謝他們 杜汶澤音點Renee 參演這首部自家製電視劇 和林思潔演情侶 劇裡面很嬌 現實生活裡面 又是不是這樣的呢 現實生活當然不會 其實現實生活 我比較男生頭一點 還有 其實大家覺得我Sweet 應該是聲音的問題 但我不會覺得 不捨得你 寶寶 絕對不會 我會自己想打自己 除了要和對手親吻 還有很多事情 令到Renee很尷尬 第一日拍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些 譬如說她幫我擦 腳趾甲油 在沙發上抱一下 這些我已經覺得 很尷尬 然後到第三天 還要親吻 然後我就說 我真的很害怕 怎麼辦 她就說 不要緊的 閉上眼就沒事了 最後Renee要跟大家說聲 不好意思 因為她在新劇裡面 性感欠奉 令想飽眼福的觀眾 更失望了 我的IG是比較性感的 不好意思 因為要接近我的角色 我的角色是 很天真少女 浪漫的 所以 不是去到很性感的榮姨 不是去到Deep V的 所以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